冲啊 前 风 领够开 为 我 我来 帮 你 你 你 慢 点 喝 怕 哎呦 今天这舞 跳得可太爽了 这俩怎么了 没劲 妈呀 这俩孩子什么吃错什么东西了 等着 什么情况你们俩 是不是吃错东西了 没吃呢 哎 怎么回事啊 我得给你们俩找大夫 不能 哎呦 大夫呢 快 没听 凯哥说 快乐 容易 猝死 哎呦 凯哥 哎呦 凯哥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跟你讲 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们这一期节目基本什么内容都不讲 全被他俩给占了 对 你俩好好的 不是凯哥 你 慢点 你不害怕呀 好好的 快点的话容易凑死 你看我们俩多么养生啊 但是你们也不能歪解这个快的意义啊 让你们啊 快啊 对啊 我说的这个快和慢跟那个没有关系 啊 什么意思那您说吧 对吧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说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呢 我们要请一位专家 当然在这个专家出来之前啊 我先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吧 监控录像中 演讲的这位中年人 在一阵激动的言辞过后 出现了诡异的行为 先是不停搓动双手 随后突然按住胸口 呼吸困难 即刻蹈地 据监控录像显示 篮球场上蹲在地上的男子 起身往篮框走 到中场时弯腰支撑了一会儿 再次起身后 没走两步 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是一个健身房的监控画面 身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子 跑了一会儿之后 就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摔倒在地 金颂医院抢救后 不至身亡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三组视频当中 他们每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 产生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呀 都是太激烈了 第一位呢 是在那做演讲 情绪上有些激烈 第二位呢 是在那打篮球 运动了 运动 对象比较激烈 第三个跑步 跑步也是啊 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跑得忽视带船的 激烈运动吗 嗯 好 那我给你们一组奇怪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 我们乘上来看一眼 来 夺去这三人宝贵生命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而接下来这些奇怪的数据 又透露了哪些讯息呢 我们的KT版呢 已经上来了 大家看到了 两男一女是吧 这个不是重点 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看他们的心脏处 贴着一个小红心 数字 这个小红心上呢 有两组数字 而且每组数字都是不一样的 二十六十七 三十八六十五 四十八六十 这是年龄跟体重吗 所以说我就想问你们 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我先说说吧 三位咱们一说一个 我说第一位 二十和六十七 我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别看它是二十岁的容貌 实际上它是六十七岁的心脏 就证明实际上它心脏不好 自个儿并不知道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心脏的年龄 年龄 对了 我觉得三十八六十五 我就是这个 年龄跟体重 然后三十八岁六十五公斤 那也不胖啊 不胖啊 三十八岁六十五公斤 最后的数字呢 我觉得是体重 年龄和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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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线索呢 请出专业的老师 有请孙老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 富万医院 西外科副主任医师 孙洪涛 我们刚刚经过了一系列的案例 包括我们现场这些 KT版上的数字 心脏里的两个数字 各代表着什么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的意见呢 是二十岁的身体 六十七岁的心脏 OK 这两个数字呢 其实是代表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 它的身体的年龄 你看它 再一个呢 是它的心脏的年龄 有些人看似很年轻 二十岁 三十岁 但是呢 他的心脏的年龄 可能就是六十五岁 还有的人呢 虽然年龄很大了 但是 他的心脏的年龄 还非常的年轻 心脏很健康 这样的人 就能够长寿 孙老师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 那个猝死和年龄 和身材 和长相没有关系 最主要的关系 是因为心脏 即使你可能两三岁 四五岁的年龄 但是你的心脏 如果不好的话 也会发生猝死 是的 就目前来看呢 大部分的猝死 都发生在年轻人 或者是中年人 所以呢 那么年轻 最多常见呢 就是有心肌病 或者是有心肌更新